很多人认为我国与印度之间都是以喜马拉雅山为界 但是实际上我国还有一部分领土在这一山脉的南部 而且在这里还拥有三个县 凭借这几个县的有利位置 甚至可以直插印度平原 可谓是战略要地 那么这三个县究竟是哪三个县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视频一起去了解一下 在观看的时候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 一 霍纳 西藏是我国西南地区的重要省份 其风光独特 且具有许多别具一格的人文景观 其基本处于高原之上 普遍海拔高度都在6000米左右 而其最高点的珠穆朗玛峰 海拔高度可达8848.86米 放在全世界这也是海拔最高的一个山峰 其整个面积为120.28万平方公里 单独拿出来的话 已经超过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面积 错纳正是位于其东南部的一个下辖线 归属于山南市所管辖 我们可以看到 西部临近布丹这个国家 南部则与印度相接壤 是一个位于边境地区的县级市 其总面积为3.512万平方公里 整体而言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地形特点 其北部为喜马拉雅山脉 向东南部延伸的余脉 海拔比较高 最高度在7000米以上 但是向南部发展 海拔则迅速降低 其最低处的海拔高度 则只有18米左右 与南部印度境内的平原地形相接壤 其中心城区建造于高山之上的峡谷之中 省道202贯穿其中 我们可以看到 城区的形状基本呈现出三角形 分布有一些楼房 在其北部有错龙 捏巴熊曲等诸多村落 在其北部直线距离 大约29公里处 为拿尔雍托这一湖泊 也是其境内最大的湖泊 所处的海拔位置为4900米 湖泊面积为58.33平方公里 这一湖泊西部为海拔高度达6505米的空步港雪山 湖水清澈见底 在湖中央还有一个小型岛屿 冬季的时候湖水会结冰 人们可以借助冰城的厚度来到这个岛屿之上 首府拉萨在该线的西北部 两地的直线距离为200公里左右 不过受到山脉等多多地形的影响 两地之间隔的路程比较远 该市气候整体分为两大板块 在山脉北路的部分属于高原气候 十分寒冷干旱 日照时间也比较长 冬季的时候多大风雪天气 且经常伴随有雪灾 而山脉南路的特点是湿润多雨 属于热带气候 物产十分丰富 与我国西双版纳的气候十分类似 这里还是门八族的重要局居地 这是一个受到藏族影响比较大的民族 同时又具有很多自己的特色 近些年来 该地区的经济得以进一步发展 粮食产量也多年持续丰收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也来到这一地区 为当地人带去了不少旅游收入 其境内的大多数乡镇 也已经实现了通车条件 居民出行得以进一步改善 二 莫托 在错纳中心区域东部361公里处 就是我国在喜马拉雅山南路的第二个县 也就是莫托县 这是属于林芝市的一个下辖县 在自治区的东南部方向 通过地图我们能够看到 在其南部就是印度这个国家 该地总面积为3.145万平方公里 其南部为阿萨姆平原 在其北部还有波密县 林芝巴伊区等 其县城位于海拔1114米的高处 我们可以看到 城市的交通较为完善 修建有多条与外界相通的公路线路 另外还可以看到 在其旁边就是雅鲁藏布江 这一条我国的重要河流 该县所处区域就是位于 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下游地区 这一河流自北向南穿过其全境 从地形上来看 这里呈现出山高古深 山巻起伏的特点 地势十分显倦 地形地貌也是复杂多样的 其西部以及西北部 属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山地地段 南部则是雅鲁藏布江 所在的河谷地带 最高峰则是南加巴瓦峰 这里的海拔高度 大约是7787米 其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东端 是藏地的一座圣山 在该山脉的南坡1100米以下 分布着众多被山脉环绕的河谷地带 当地气候湿热 降水量十分丰富 且生物资源呈现出 十分多样化的特点 属于热带雨林气候 生活着十分茂密的植被 物产十分丰富 而在山路的北坡 则处于海拔较高的地区 降水十分稀少 生态系统也比较脆弱 不过受到雅鲁藏布江的影响 在北坡低海拔地区 也生活着一些南坡分布的植物 由于高山冰雪溶水的侵蚀 以及河流的切割作用 导致该县大部分地形 都具有非常悬殊的特点 峡谷最深处 足有6000米的深度 由于山脉以南的地区 受到海洋性气候影响十分明显 该县降水量十分充沛 境内水系也是十分发达 大部分湖泊都是淡水湖 全县水域面积 为683.35平方公里 占其总面积的2.18% 其境内的冰川 以及积雪层面积 为410平方公里 这些冰川以及溶雪 也为境内河流提供了冲突的水源 夏季的时候 该地区经常会爆发山洪 经常会冲毁道路以及桥梁 导致交通阻塞 由于地形的影响 大部分河流水流都十分湍急 且河床中多乱石以及险滩 不具备通通条件 除了固定的渡河地点 一般都不容易渡河 3.茶余县 在莫托东南部方向 大约218公里处 为茶余县 其东部与云南相邻 南部则与缅甸 印度这两个国家相接壤 北部则有波密 巴塑这两个县 其总面积为3.153万平方公里 处于青藏高原东南部的边缘地带 整体的地势 是从西北向东南方向清闲 其西北部地势要高很多 是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带 最高峰海拔可达6740米左右 另外 该地区还分布着许多的高山峡谷 以及山地河谷 高度差可达3600米 南部受到海洋中湿热气流的影响 气候较为湿热 降水量十分丰富 适合种植各种农作物 以及热带水果等 在其境内 有成物浆等诸多大型河流 河流下游地区的海拔高度 普遍都比较低 如茶余和下游的下茶余前门里 海拔高度只有600米左右 而其北部则主要是以高山高原地形为主 气候较为寒冷干旱 冰雪分布也非常广泛 且由于地形落差比较大 因此其境内的水利资源也是十分丰富的 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 其水能可开发量超过15000兆瓦 如果能够对其进行发展 那么将会大为改善我国的能源供应格局 同时该地区的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 拥有铜矿 千辛矿以及金银矿等 不过由于长时间以来基础设施建设都较为落后 因此矿产资源的开采规模很小 该县大约有3.2万户籍人口 长住人口在2.8万左右 这里修建有著名的川藏公路 可以通往昌都 成都等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该地区还是茶马古道的必定之地 在古代的时候就成为内地到达藏区的重要通道 这三个县城虽然看上去并不起眼 但是都是我国西南边疆地区的战略要地 更是我国陆地与南亚之间的交通要道 是西藏南部的重要门户 以居高临下的状态 向南部能直接到达印度平原 一路坦途 没有任何阻碍 虽然现在该地区的交通并不完善 但是在未来以后 我国必然会进一步地完善该地区的交通条件 也会加强对于这一地区的管理 交通改善以后 当地居民的生活也会进一步地改观 获得更多的发展可能 而在未来的时候 这一地区丰富的水利资源 以及矿产资源也会得到开发 为我国提供更多的能源